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世界上最好的爱 在网路上有一篇文章 作者提到自己是一位带子妈妈 有一次朋友感慨地对她说 看见你这样牢牢碌碌 身不由己 我是绝对不敢要生孩子的 看见你一日三餐洗煮烧饭 比保姆还辛苦 看见你不论刮风下雨 都接送孩子上学 又忙工作 几乎变成机器人 看见你凌晨两点还不能安歇 要给孩子喂药喂水 还看见你的皱纹与眼袋 女人最好的年华就这样没了 听完朋友的一席话 这位妈妈笑了 她说啊 你什么都看见了 唯独没有看见我的快乐和幸福 朋友瞪大眼睛 惊奇地看着她说 你不是在自欺欺人吧 这位妈妈告诉她 当自己的儿子刚上幼稚园 第一次吃鸡翅时 才两岁半的她 将鸡翅藏在白色衬衫的袖子里 因为她说晚上要带回家 与妈妈分享 还有一次她带孩子去抽血 当医生宣布儿子和自己是相同的血型的时候 她一下子欢呼起来说 以后可以把自己的血捐给妈妈 当时身旁的人都感动得说 有这样的孩子真好 这位妈妈平静地陈述完 好多生活感动的片段 朋友的眼睛在刹那间也湿润了 他对朋友说 你没有看到我在辛苦的同时 享受到多少甜蜜 你也无法感受我生命中最深的温暖 但请你肯定相信 遇见了孩子 就是遇见了世上最好的爱 朋友郑重地点了点头 露出了赞同的微笑 亲爱的朋友 亲子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好的爱 正如同故事中那位妈妈的分享 有孩子的幸福大过这一切辛劳 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 越来越懂事 能够体贴自己的需要 这些都是没有孩子的人体会不到的幸福 在圣经里也说到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因此有孩子 就是上帝所赐最美好的产业与礼物 教养孩子固然不容易 但只要每位做父母的 愿意来依靠寻求上帝 上帝必使你勾用的资源与恩典 因上帝是一切智慧的源头 圣经的真理更能引导孩子一生的道路 使你的孩子在上帝的保守和看顾下 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 亲爱的朋友 每一位父母都希望将最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 在圣经上还有一句话说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八次爱直到千代 你也希望让上帝看顾你的子子孙孙吗 学习爱上帝 遵守上帝的诫命吧 因为唯有敬畏上帝 遵循上帝的话 才能建造儿女生命的品格 成为他们最大的本钱 让他们一生受益无穷 真正赢得起跑点 愿上帝赐福你 不只让你成为有福气的人 还能传承属天的祝福 福气满满直到世世代代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 搜寻士林林良堂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